我們學校那邊基本上好像至少5000到8000幾個 因為你們在天龍國啊 天龍國? 天龍國房子很舊啊 喔~~ 太熱了 我很多亂見的飛過來了 大家好我是KK 可是我 你有沒有租過房子 那當然有啊 這個 為什麼啊 你是從哪裡漂的 我可是最難的 你厲害 你厲害 我小漂 因為不管從哪裡漂過來 我想大家都應該有 只要是離開家鄉 應該都有租房子的經驗 那今天想要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我們在租房子也遇到了一些千奇百怪的事情 沒錯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我們遇到哪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歡迎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訂閱時候記得 開啟小鈴鐺同時按讚 好的 那麼首先兩位在租房上遇過什麼奇怪的房東呢 我以前住的房子我是曾經遇到過 我們學生時期嘛 住那個房子 就我 就是兩個房間 我就分租嘛 那 客廳是共用嗎 出發是共用嗎 然後呢 半夜有一天 我就起來上廁所 就發現 喂 房東是不是在那邊 房東 對啊 房東好竟然 在家裡客廳坐在那裡 然後看電視 他說沒有 我剛下班啊 那他有穿衣服嗎 有 當然有穿衣服 那男的 那有幾歲的 我說欸 你進來休息 但問題是這空間不是我們租的嗎 你怎麼會突然跑進來 他覺得是他的房子吧 我覺得這個就會有認知上的差異 不應該吧 我想如果這輩子製作人 你會希望那個房東突然跑進來嗎 如果是女的你應該希望嗎 如果是女的 我有遇過押金拿不回到 他就是覺得我們最後到那個 我要搬離開的時候他覺得不開心 因為他覺得 他這樣還要再找下一個房客 所以他就那時候就會說 你這個東西已經壞掉了 就是他想盡辦法 很小的東西他都會覺得說不行 這個也要維修 那個也要護 就是這些東西都是你造成的 所以這樣中扣西扣下來 剛好押金剛好把全部都留 除了奇怪的房東 想必也遇過奇怪的室友吧 我那時候租房子 我最害怕他一件事情是 浴室大家都會放那個 把自己的盥洗用品放在浴室嘛 你如果好像用比較好的洗髮機 它空的速度會非常快 我特別都會買一個烘乾機 有習慣洗完之後拿去烘乾 那有一天呢我不要加的時候 我就發現 欸我要用我的烘乾機 那裡面怎麼一直在轉 有人在烘東西 然後烘乾的時候我才把它打開 哇賽 當下隔壁房的房客的衣服 然後重點是什麼 還有怪味 撇開奇怪的人先不說 我想租金還是大多數人更關心的問題 先討論一下吧 通常在聊到租房的時候 大家會遇到什麼樣的困擾啊 第一個就是租金吧 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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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中以後就離開家裡了 然後再到台北念大學 再去紐約 我覺得 我可是 越陽飄 而且我覺得 其實租房市場 是不是某種程度 比求我市場更 過切需要 對 而且更難得吧 人家說難得有情人 我覺得是難得好房客 或是難得好房東 我那個年代亞房是 四千多塊 現在應該 一個亞房欸 兩個 三坪 三坪內 那就是幾個 兩個 兩個 一個床 一個衣櫃 一個福多 差不多了 現在我覺得 因為房價也漲了 這種 那現在四五千塊出不到房子嗎 兩千沒有 我們學校那邊 基本上好像至少五千到八千起床 因為你們在天龍國啊 天龍國 天龍國房子很舊啊 喔 他推囉 哈哈 我們很多 亂建人推過來 一萬二是怎麼樣的條件 一萬二就是一個 舒服的狀態 就是 一個小套房吧 然後大概 六七坪 左右吧 差不多 那有些地方大概 十坪到十二坪 那大概 一萬五 一萬六 兩萬之間 可是譬如說 像紐約好了 這樣一個小小的studio 就大概十坪上下 如果你在 紐約 紐約 尊重 怎樣啦 但是我 我跟大家講一下 紐約 紐約 好啦好啦 先不管紐約 兩位對於租房子 有什麼自己的小撇步呢 第一個就是說 如果是女生 你希望去找到一個 一個居住環境安全的地方 那我建議你直接找這個房仲 他專門做一個租戶管理的 這樣的一個介紹 然後他不管是居住環境啊 然後另外一個房東 房子品質的篩選 比較能夠透明啦 我以前在租房子 確認要租之前呢 我自己會帶小小的禮物 就是不是一層樓 可能會有幾戶 或者是比較多戶的 我會去按門鈴 就是跟大家講說 就是說 欸你好 我是接下來可能要搬的鄰居 然後有一個小小的禮物 看一輪 就是會不會有奇奇怪怪的人 你那一層樓 你都要先知道一下 因為你最多會遇到的就是 你那一層樓會遇到的 因為我這個是在簽約之前就做的事情喔 那針對女生的話 確實是比較需要去了解一下 居住的安全 我想起來還有一個地方很重要 說停車場 我之前有一個室友 那個摩托車停車格 是比較暗的角落 就是有一次 他回來的時候 是哭著回來 大哭話不失色 我們就想說怎麼回事 他是停進去停好的時候 有一個男生突然從旁邊跑出來 就是熊抱他 而且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那個時候報警還抓不到人 因為看不知道那個人的長相 太黑了 大家真的要慎選租屋儲屋 另外KK老師面對近寵的房東 也有一套解決方法 他就嚴格先跟你講明 就是如果裡面的家具 他說他要寫在自約裡 就是裡面的家具 他只要有任何抓痕 那這個東西就是你在買活 這樣子 所以我那時候搬離開那個租屋的時候 我真的買了一個全新的沙發給他 因為你不可能叫貓不抓 那在房東的立場 他當然也會覺得說 租屋可以租一個好房客 他一定也有一些 曾經租給不好的房客的經驗 所以他才會去制定這些規範 謝謝施帳幫房東發聲 那麼請問兩位對於租房 有什麼特別要求呢 以前學生的時候 那為了方便 我就希望一個行李箱 就可以直接進去住的 乾淨舒服就好 那我們就不太一樣 因為我個人就是喜歡 這裡佈置那裡改一下 所以如果是 我都喜歡租那種全空的 那這個就指 我們的成本比較少 不一定啊 預算比較少 不一定啊 有的就是你一個東西帶進去 那個反而貴耶 因為像現在很多人 他就幫你都提供好 而且你要想的是 就是你所有東西如果壞掉 你一定是要 沒有啦 你當然去租人家的房子 你不能去把它破壞啊 不是破壞 就是他有些東西 人家說有折舊嘛 那他如果壞掉 折舊這個東西當然就是另外一個議題 當我們正常使用 那你這樣當我們白眼囉 你才覺得我這樣合就這樣子 哈哈 兩位除了對於租房要求不同外 想不到在面對房東的關心時 想法也是大大的不同 其實我們去租房的時候 房東一定會問嘛 就說欸你是學生嘛 那你平常會不會在晚上打工啊 你晚上大部分那幾點回來啊 你平常交友會不會有 你有沒有女朋友啊 你有沒有養寵物啊 這些可能對不對 所以他問這些東西 都不知道要關心你 剩下調查 他都會先輪了一遍嘛 他關心的是他的房子這樣 對時間到了就要付租金啦 我以前都以為 他們問這些問題 是因為他很關心我的人生 錯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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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關心他的房子 哇真的 我誤會了 對 他才不會管你是誰欸 他只要每個月固定的時間前進來就好 房子沒有被破壞 那麼最後請兩位給我們大家 一點租房子的小建議吧 我給這邊的建議 第一個 搭在你可理的租金範圍之內的預算 找他有窗戶的 然後採光好一點的 盡量不要去靠山的 因為他很比較潮濕 如果是要一整成的話 不要去租在那個路邊的 那車流來來往往一定很吵 在租的時候晚上去看一下 就是你在你的住戶樓下 也不要有這麼多摩托車停在你的住戶樓下 那這些都跟你的安全有些關係 我曾經去租那個樓頂夾蓋 如果是女生 我不建議你們去租樓頂夾蓋 我曾經租樓頂夾蓋 遇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有一天呢 我就中午回去休息 然後再五歲 後來呢 就有小偷 然後進到我房間來 然後就進來拿著沙發上的包包 然後沙窗一打開就跑了 但是 對女生來說 你去租頂夾蓋 其實是非常非常危險 你呢 我第一個我會看公共空間 因為我會很在乎就是 那個公共空間如果很髒亂的話 我會覺得 那住在這邊的人的生活習慣都不是太好 還會注意看房東的眼神 那有一些房東是 他的眼睛會飄來飄去那種 我就會以我個人的經驗來講的話 眼睛受傷嗎 不是 這個在眼神不定 通常他講的話就會比較反覆 只要租房你的合約現在都有一事兩份 所有的細節 家具 任何的相關的物品 都需要在合約裡面標示清楚 有一些消耗品的東西 那這個定義上就會 常常會有一些糾紛 所以這些東西我想都會在租房的時候 可能都要跟房東講清楚 確保在租房的時候大家的安全 大家看完今天的影片 覺得就是我們真的還滿不接地勤的 是不是 沒有就是 沒有就是 就是如果大家有什麼奇怪的經驗 也想要留言跟我們分享 好歡迎大家 都跟我們互動 我們也會上去看留言 那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訂閱的時候記得 什麼 按讚 開啟小鈴鐺 掰掰